好了,到下一套了,下一套就是Galgame的作品,都是Galgame的每一篇作品 不是我們是沒有腳的鳥仔,是沒有翼 我們就滿有視頻 這套東西我一開始就這樣看過封面,就是看過劇照圖,所以說是普通Galgame 又賣肉啊,就是這樣 一開始都已經說是賣肉的,但是看下去,這套東西,說什麼 看到現在兩集,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我沒有看的,亦都沒有玩的,因為我覺得某公司的東西,自某年代之後就可以不玩 這間公司我都說說,我不是很喜歡他的畫風,原作上 他是西友和靈靈的 西友和靈靈的,這個人的畫風好像都不太喜歡 那你又不要這樣說,西友教教徒十分之多 那我個人的意見也是,他們還有一個秋田小聖 不用了,現在是動畫,現在是動畫不是這樣 動畫其實呢,三套裡面呢,我看到了,他疑似是想用三個男主角 實際也是用三個男主角,本來的遊戲也是 他用三個男主角去帶這個故事 首先,一開始第一集,那些人擺明是後宮男 一看就知道整個家,還沒有眼看 一開始一、四、五個後宮在那裡,早上又抱得多開心 對,還要全部黏在那裡,又是L5 說到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 打工男 打工那個 那一個鐘、九百日圓 簡單來說就是,他和店長都是一條任聰 簡單來說就是一條任聰 還有一個田工武店 即是石頭葉,即是萬事屋 簡單來說就是主角 其實他中途插入了很多 他前兩集看到的,都算是人物介紹 但他人物介紹,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究竟的重點去了哪裏 即是他好像想做到群像劇 但是,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想做什麽 所以說,你每一個角色出來是有一條主線 即是,即是他有一條很小的主線 有一個很小的一件事帶出來 有一個關聯的事 對,起碼都有一個Event出來 簡單來說 你現在 你現在的動畫出來的感覺就是 可能你在那裡,啊,頭笑風聲講完一輪之後又轉了畫面 其實我是不知道為什麽要轉了畫面的 你連說,你都告訴我,做什麽轉了畫面才可以 你轉了,然後又轉了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你一集三次 其實是很誇張的 簡單來說,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就是,好像下雨的雨點掉在地上 但是,如果每一個點都是一個圓圈的話 群像劇劇通常有特點就是 每個圓圈都有少少的重疊 或者周邊圓圈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什麽呢 就是,一個水桶,裝了一盒水,倒進去 加了別的水 不要這樣說 或者再簡單些去解釋 群像劇,就算你說,無論歐美系的 群像劇,電視劇都 他們其實就是,第一集 你會見到他有很多角色 但是,他會傾亭點對色 但是,他到第二集,他會首先 用一個骨骼去帶出來 為什麽呢,就是群像劇最大的一個難題 就是,你要怎樣令到人記得一些角色 這個是很重要的 其實,就算你成功做到的 一開始就是,無論是電擊小雪,二人組 你就算不知道他是誰,你一定記得他 你一定記得他 你一定記得他 但是,那幾個人就是,全部屬性 撞過來,又是一群女兒在 不知道做什麽,又沒有性格特徵 你真的不會記得他們 這件事是你做得差的 因為你做群像劇,一開始就是 你要突顯那個角色 他最突出的部分,你一定要讓你看到 無論你之後怎樣去描述他 不是的話,你不會記得那個角色 亦都不知道那個角色做什麽 或者,他突然之間走過,你都不知道 因為你都不記得他 怎麽說呢 第一集,他已經出了太多角色 即是三條線,不同的男歌 加了那麼多位後宮 那些女兒 那些角色太多,是不是他會 可能說兩、三個角色跳了線 那你完全掌握到錯誤 然後他還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突然跳了一個類似 疑似中古的世界 我真的不知道做什麽 而且那幾幕是真的很短的 不要緊,那個Ending 唱Ending 玩給我算了 我當作是劇頭那些 我沒有看第二集 我受不了,看第二集 第二集有沒有說到 這三個故事是有加雜 沒有 那上真的不知道做什麽 但現在怎樣 看三個對面的故事 可能後期 可能不同 告訴你 你後期是什麽 我看一套 看五、六集 我還未知道那三個故事 我捱到五、六集才可以 告訴你 你知道三個故事 你知道現在 在這裏我看了兩集 我最記得是甚麼 最記得的就是羅莉 我也是這樣 我看第一集 你那些羅莉控 沒有關係 那些死人的語言 那些 他的舉動 是令你認得這個角色 我記得那九八日圓的男 那個女 攤貨店長 我記得是 說完 印證給阿森 因為你想做那個泥孔 我知道 繼續 那這套 簡單一句 就不需要很大期望 因為都是那句 至於Sherffle以後 他期後的作品 都不斷跌 不斷在炒Sherffle 炒到Sherffle沒得玩 但Sherffle的動畫化 也算可以 但他有別於Sherffle 因為Sherffle是一個男主角 很強地跑了這麼多條線 最後選了學者 但是這個呢 他三件東西 亂的 繞出來 好像江南三小蝶 但最後 我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 我不知道 他的遊戲名 或者他的劇名 應該是一個主題 暗示一些主題 暫時說的兩集裡面 疑似看見 生活的煩瑣 煩惱的東西 類似 我都不太清楚 這樣做 但整體裡面 頭兩集來說 他是連一套普通的後空翻都不如 我自己評價 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劇情可以寫 我看不到有什麼可以理解得到 實在是太散 如果你說第二集都沒有聯繫 三、四集都沒有聯繫 有什麼可能可以看下去呢 老實說 我不是一個看賣肉 看一個小婦婦的人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麼理由 要看進去 我原本想著 隨便寫下落 都是不好寫 你怎麼寫 有什麼劇情可以寫你寫 我真的想不到寫 你很可愛 男主角很色 某程度來的 都是一套神作 令你寫不到筆 我真的想不到方法 我亦都不太想看 如果你這樣說 第二集都沒有 你知不知道 最極品的人是什麼 極品到你連話都說不到他 真厲害 神作 這只是一套代表作 什麼可以說 我感覺一下 他想說 但問題是 他可不可以做得到 不知道他一季還是兩季 做不得切 他做兩季 他是個地獄 可能他之後走得到我 我這個 我有保留 可能10天才走到三條線 那我就 大陸也是那句 問題 我只是說回 屍鬼的問題 屍鬼的問題 屍鬼好看的 但你可能去到第七集 才用氣獄 你已經說了九成人 屍鬼去到第二季 才用氣獄 你搞錯了 算了 你不要跟我執著幾集的問題 應該說 好像我們 何先生 都經常說 這個問題 第一集 你有肩膜 你沒有肩膜 你怎麼能夠令人吸引 看下去 就算多低手 都好 多續套 都好 你都需要這些 我慢熱 我給你一集 我兩集 第二集 你怎麼都應該有些東西 給我看得到 你看小說 你一看第一本 先看樣子 看樣子 看樣子 看上去 看樣子 我回到一個例子 就是你無留期的事 第二集 他為何特意把 林也 那件事 特意摸出來 因為他夠堅密 就算 你第一集 你真的完全不知道 我的甚麼 不要緊 第二集 這傢伙 最低俗的就是 我想看這傢伙 我就看下去 之後你就會明白 其他故事 但這套裏面 你不要跟我說過羅里 很老實說 你說第一集 已經拘捕人物 我覺得是算的 如果你說第二集 第三集 可能一直下去 都沒有拘捕人物 就有問題 你可能又拿回《文藥士》 因為大家群像劇 我這樣說 那個款式好像群像劇 你老實說 你不是和《文藥士》 都是介紹完之人 之後 續條線慢慢說 如果你繼續下去 你一直拆開三段 就是這樣說 其實你根本不可能 被觀眾 有甚麼連貫性看出來 這套事 暫時來說 我們那位主持人 都完全不期待 到完結 究竟有沒有人看 我應該會看下去 放心 勇者 世界的和平交給你了 我們去下一套 平交給你了 我們去下一套